卖个房子还会遇到骗子 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 上海经济已经很差了 上海的房产市场现在更差 微信朋友圈上这两天有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应该就是买房子被骗了 是不是啊 还是一个专业的房产中介 就是你们台湾人讲的房仲啊 有点耸人听了啊 他说的是二手房市场又出新花样 江浙户小伙伴要擦亮眼睛 他们专门挑一些急于出手 二手房的业主下手 装的很有钱一样 看完房不讲价直接签合同 定金也给的非常爽快 百分之三十 是这个挺高的 但是重点来了 当这些人拿到房产证之后 就开始玩花样 先找一个带吃人 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 他一旦拿到房产证 就到银行去取消按揭贷款 拿着他已经到手的房产证 去另外一家银行 抵押贷款 拿着钱流之大吉 也就是说啊 骗子就付了百分之三十的钱 这里面其实是有bug的呀 这里面的bug非常多 我就不说具体的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 没在上海本地买卖过房子了 政策其实一直在变 房产交易中心的流程 也一直在变 它下面有一段评价 骗子为什么能得逞 是利用了某些地方 二手房交易系统的漏洞 比如说重庆浙江一些城市 我打问号 特别是房产市场 是个非常本地化的市场 不可能有一套花样 在全国都玩得转 这个故事呢 我本身就打个问号听 但是它又是个专业的房产中介 我个人觉得呢 可信度不高 但是一定有人中招 我看台湾的 说的看的比较多 台湾有好几个做房仲 都说有这样的骗局 台湾的骗局 为什么能成功 是因为 他们拿着房产证 直接去当铺 而且只抵押七成 台北一栋很大的房子 那么当中的利润 还是非常可观的 还是因为卖家心态急 有点贪心 你只要是房产中介 卖方 银行 或者是交易中心 稍微多有一点心 问一个为什么 这个骗子就不可能得逞 据说现在像上海 都是有所谓的S code 这个转转有点硬啊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东西都是从台湾传过来的 阳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有 包括你说缅北的那个嘎腰子 也是从台湾开始传出来的 我有印象的 那段时间台湾的那些YouTube就一直在讲 然后就被演变成了大陆所谓的嘎腰子 我相信有很多这种聪明才智 都是台湾同胞先想出来的 包括去越南啊柬埔寨开场 也是台商先想出来的 然后大陆商人才跟进嘛 包括像缅北 我也相信很多大陆的骗子是后来跟进的 如果我们有说错了 台湾朋友不要在下面乱喷啊 那我们说些好的 我们说些好的 因为我们这代人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来的 很多的台湾品牌和美国品牌 日本品牌一起进入到了大陆 顶太风对不对 对对对 前两天顶太风的是一个视频 我们第一次12万view啊 谢谢谢谢 对而且是在短时间里面达到的 我们先说一些传统的 我们8090年代人知道的一些品牌 都是台湾过来的 旺旺就不要说了嘛 旺旺人家现在还活得很好呢 在上海的田林啊 人家还有一栋旺旺大厂呢 对 神旺大厂 哦对对对 神旺 你名字知道神旺大厂 这个颜色啊 这香气的 我们家两个 我们家两个孩子 旺旺雪饼绝对是真爱 你记得吗 上学期你儿子为了旺旺雪饼跟同学打架 旺旺雪饼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一直吃 不 我喜欢旺旺鲜辈 我也喜欢旺旺鲜辈 咸的对 对对对 滚石唱片 音乐这个东西啊 80后听的很多的音乐 其实都是起源于台湾 对 包括其实有名的那些国内的制作人 音乐人 你比如说纳音 知名的时候 其实是台湾把它捧出来的 不管是滚石啊 还是福帽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我不算你记得吧 捷安特 自行车 这个不是美国品牌吗 这是台湾品牌 哦我一直以为是美国品牌 你知道我第一台自行车就是捷安特 我也是 那个时候是在南京路 有一个专卖店 那个时候打的就是轻 捷安特的资金就真的很轻很轻 我也在那边买的 对很轻很轻 但是很贵很贵 我第一台买了 一千多 对吧 那个时候90年代 但是有保险 所以我被偷掉过一辆 然后又赔过我一辆 买了一辆1200的 偷掉之后 我买了一辆600的 两辆捷安特 最后还是都被偷掉来了 那个时候 其实捷安特对于我们这个 80后而言的高中生 那是身份的象征 相当于你手上拿了被星巴克 对对对对 特别是捷安特的那个城市车 还有一个我们上次讲究过来 就是大润发 可惜上海最后一辆大润发 关掉了 大润发是台湾的 台湾的 好吧 我们小时候都吃过海霸王 海霸王是台湾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包装的鱼丸 是那个自助餐厅 我知道 吃到饱 对对对 那个包装的和那个自助餐 是一家人家 是一家公司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我是静安区的 49块钱一个人 对 我是静安区市医中学的嘛 我们走到海霸王那家餐厅去 非常非常的近 海霸王的第一家 在大牧桥路 是我们卢湾去的 那我们那不是第一家 对 没错 逢年过节 还是 而且你想 那个时代 我们这些学生都吃得起 家长也会带我们去吃 就第一次知道 吃饭还能这样 吃到饱 就是吃到饱 真的是扶强进 扶强出 接下来说的这些呢 更年轻的人也就知道了 一点点 先普及一下 大陆的一点点 其实就是台湾的五十兰 据说呢 五十兰当时这个名字 被注册掉了 他们没办法才说一点点 那为什么我们加州 又有一点点 又有五十兰呢 这个我知道 因为加州的 或者我们洛杉矶的五十兰 真的是从台湾过来的 而一点点 真的是从大陆过来的 所以他们是同宗同源 但是一个是从台湾直接过来 一个是从大陆过来的 还有一瓶也是我们洛杉矶有的 八十五度C 八十五度C啊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它怎么样 在中国大陆疯狂开店 然后上市的 我最最喜欢八十五度C的一个产品 叫做一颗柠檬茶 对对 可惜这个产品没有拿到我们洛杉矶的 洛杉矶没有了 我不明白 洛杉矶这么多柠檬树 这么多不要钱的柠檬 你们为什么不能做一颗柠檬茶 因为一颗柠檬茶 我喝完之后回家还可以再泡一瓶 听名字就懂了 它就在里面放了一只柠檬 八十五度C那个时候是被我们作为 新加坡知名品牌 面包新鱼的品地 面包新鱼里面有什么面包 八十五度C里面都有 比如说肉什么面包 每年孩子过生日 我们家都会考虑去八十五度C 因为它出品稳定嘛 对 还有我们经常吃的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上海叫做 虾谱虾谱 你得感谢他们把虾谱虾谱给做起来 虽然据说现在在中国大陆 好像已经不咋地了 小伙都叫虾谱 虽然我有点搞不清楚 虾谱这个词究竟来自于日语 还是台湾人自创的 它也是all you can eat 就是和小火车一样的 没错 菜送到你面前嘛 对呀 很实惠的 是的 以前我们家那边那个more里面也有 本地的白人 虾谱虾谱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 是 作为小火锅的专有名词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很争气了 就是桃园眷村 在我们上海没开多少时候 桃园眷村我倒觉得好可惜啊 因为它是让我对台湾来的豆浆油条 其实真正改观的 装修又漂亮 让人小资啊小资啊 开在那个新天地 但是呢 单价又不是特别高 感觉自己吃一顿豆浆油条 挡刺 一斤就想吃了 对 它那个装修在上海店的装修 白颜色的小瓷砖 然后原木框非常漂亮 而且价钱不贵 关键是价钱不贵 然后名字又比较有所谓的意义 所以就印象特别特别深 没想到开不下去了 大概太小资的东西 都不太容易开下去吧 这个东西怎么不到我们加州来的了 是的 声音应该很好 是啊 可能年轻人就不知道了 就网品牛排 这网品牛排在台湾很知名的嘛 网品牛排我印象特别深 虽然我不清楚 它在上海到底现在是 全部倒闭了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印象特别好 因为它是那种厚切牛排 它那个广告里还记得 它是厚切的 然后那个牛排是全熟的 感觉有点像低温慢足 就是第一次点牛排 不需要去跟厨师讲 你要三分熟还是七分熟 它反正是全熟的 然后价格我也记得 298一克 然后好像有不知道是六道还是八道 反正从头吃到尾 一定把自己吃撑 而且它在上海店的装修也非常好 那种很高椅背的红颜色的椅子 对呀八百半呗 对对对八百半 上海的八百半 八百半没倒闭了 不知道八百半是日本人的 不知道他有没有倒闭 所以你看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都是台湾人传给我们上海人的 然后才从上海传到了全国各地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说 整个江浙的地方 包括苏州啊昆山啊上海 很适合台湾人生活 我也觉得蛮适合 你说这么多品牌 我就说我最喜欢吃的方便面吧 我还是选吃新南面 康师傅 我就喜欢吃康师傅 对吧 是啊康师傅同意 那这种牌子我们就不说了 人家都是真正日上行的 对对对 不能光看到好的 还是call back一下 那些不好的 如果是台湾同胞待见人的 我们一定要小心 特别是那种骗局啊 不要辛辛苦苦 这种世道下面 把房子好不容易卖掉了 还被别人骗钱 一定要当心啊 你这个call back也挺生硬的 今天就到这里啊 拜拜 拜拜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